今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韩国总统文在寅的陪同下,前往距离朝韩军事分界线以南5公里处的板门店非军事区参观,并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一场历史性会面就这样在板门店突然上演。 当地时间6月30日下午15时46分,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朝韩边境非军事区上进行短暂会面并握手。 特朗普还跨过了朝韩军事分界线进入朝方一侧,据美媒报道。 当金正恩和特朗普在分隔南北的朝韩边界线上会面时,金正恩说,如果你跨过这条线,你将成为第一位踏上朝鲜国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走了过去。 金正恩说,特朗普总统刚刚跨过了边界线,这是他成为第一位访问我们国家的美国总统。 实际上,只要看看这一行动,这是他愿消除所有不幸的过去,并开创一个新的未来的表达。 CNN称,在特朗普跨过朝韩边界进入朝方一侧后,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握手,随后两人转身,一同进入韩方一侧,随后,在当地时间下午16点45分左右。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板门店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以及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并与金正恩进行了40分钟的会谈。 会谈结束后,三位领导人一起走出韩方的自由之家。 特朗普陪同金正恩回到分界线朝方一侧。 之后特朗普返回到自由之家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一同接受了媒体的简短采访。 特朗普表示,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意,重启在今年早些时候陷入僵局的核问题谈判。 我们刚刚举行了非常非常好的会晤。 特朗普说,我们已经同意各自指定一个团队,去尝试制定一些谈判的细节。 他说,特朗普还表示,他的团队将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周内开始工作和会面,但他认为他并不急于达成协议。 速度不是目标。 特朗普说,回国时金正恩说,事实上,我们以后可以随时见面,我认为这就是本次会议将发出的信号。 就在昨天一早,还在大阪出席G20峰会的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我即将离开日本前往韩国。 若朝鲜金正恩委员长在我访韩期间能看到此条推文,我将能在板门店非军事区和他握手。 说声你好。据CNN报道,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邀请,金正恩说,得知你在推特上发出邀请,我感到非常惊讶。 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我才能够确认你的邀请,我原本就希望再次见到你。 同时,特别是对朝韩两国来说,这个地方是过往不幸历史的标志。 因此,对韩朝两国来说,我能够有此机会在这里与你们见面是非常重要的。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以轻松和积极的心态与对方见面。 我相信,这将为我们未来的所有讨论带来积极的影响。 美国媒体称,截至目前,仅有两位美国前总统对朝鲜进行过访问。 他们分别是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 两人均在卸任后访潮,克林顿曾于2009年8月访问朝鲜。 卡特则于1994年6月和2010年8月两度访问朝鲜。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 谢谢。